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講一些關於感情的話題 關於前度的話題就是戀愛禁忌 很多人說不介意 但其實都會想著兒子的前度 或女兒的前度 可能胡思亂想 有一名台灣的女人 早前出帖講述她一些戀愛的煩惱 她的煩惱就是她男朋友 過去有一個拍拖長達8年的前度女朋友 8年都很久 應該談婚論嫁 但她男朋友的前度女朋友 在兩年前的時候 因為病的原因 就是昏迷到現在 總共昏迷了兩年 前度的家人勸她男朋友 就說了 唉你老母算了 她都未必救得回 不如你放下這段感情 重新出發 所以她男朋友 現在就認識了她 並且就開始拍拖 這個台灣的女人 就說了 她一路都以為自己是不介意 因為那個女生都昏迷了那麼久 還有覺得她男朋友 都是有情有義的 一路都覺得沒問題 自己不介意 但有時她又會擔心 萬一這個男朋友的這個前度醒回來 那她男朋友會不會因為這樣 拋棄她和那個前度一起呢 因為她女朋友本身昏迷了 會不會拋棄她 和那個前度一起啊 所以自己都是過不了那個心理關口 經常就想 唉呀如果那個女生有一天醒回來 那她男朋友又和她又怎麼辦呢 這樣 男朋友會不會拋棄她 跟那個在昏迷裡面醒了的女朋友 在一起呢 這樣 即是經常就想這些事情 這樣就覺得很煩惱了 其實老實說 這件事呢 真是一個死局來的 給我都不知道怎麼拆 我當我是個男仔 如果以一個感情的問題來講 這件事分手是解決不了的 我覺得 我都真是不知道怎麼拆 我用那個男朋友的角度去看 自己的女兒 即是前女啦 分迷了兩年 還要不知道 分迷多多久的 那你混一條新的女兒 是不是很合理呢 這個很正常啊 如果你想想 那條女兒分迷了 雖然一起了八年 但分迷了 那你混一條新女兒 都明白的 是不是先 那但是 如果譬如當你有個新的女朋友 在拍拖了 那但是前女又醒回來的時候 那應該怎麼做呢 去照顧前女兒是一定的了 那但是現任又怎樣呢 如果她醒回來 沒理由不理她 前任醒回來 沒理由不理她 難道有救她 那你醒回來 那有條新女兒 那我又覺得不會啊 我都做不出啦 你分迷了這麼久 就是脫了折的 同一個世界 那這個時候 沒有可能拋棄她 那喂 新女兒又沒有錯 條兒子又沒有錯 前女兒又沒有錯 那怎麼辦 這個情況真的很棘手 大家網友怎麼看 這件事我想不可以 我猜有些網友應該會留言 說什麼 兩個都要了 我要了 應該那些人會留言 就弄炮頭那張照片出來 我要了 但是不行 這個不現實的 對 昏迷了那個 如果醒回來怎麼拆呢 這件事 如果我可能就會和她一起 跟她坦白說 在你昏迷的這段時間 我混了一條新女 問她應該怎麼做 通常呢 她都會說 那你不要理我了 你不用來再見我了 不用來探我了 你去找一條新女 這樣 所以不是 我想一下這件事都不知道怎麼搞 我覺得很煩 我一想都覺得煩 我現在把我自己 倒進去那條兒子那裡 我想想 屌你老母 嘩 好煩啊 屌你老母 想不想通 這件事 既然想不想 又怕什麼又怕 不如算了 不要煩了 一於不要追求新女兒 譬如女兒昏迷了 現在有個 這樣就想得通 好簡單 假設你有條女 昏迷了 你不要追求新女兒 你等她 你等到她死 要是等她醒醒 不追求新女兒 就不用煩 又怕什麼又怕疾 怕什麼 這個世紀難題 被我搞定了 果然 逃避就是最好的辦法 這女兒昏迷了不要緊 你老母 不追求新女兒 一路等下去 一路照顧她 等到她醒醒 或是等到她死了為止 否則這輩子都不追求女兒 屌你老母 這件事 解決了這個難題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成功解決了這個世紀的難題 希望可以幫到一些 遇到極端的感情煩惱的朋友 可以聽我們的節目 今集講到這裡 沒什麼特別 這樣照舊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